学英语啊,要是你只看字面意思,有时候就得搞错了 比如说,blue blood,蓝色的血 那么,其实它是贵族的血统,高贵的,比较高贵的血统 black sheep,它并不是黑色的羊,而是害群之马 那white night,并不是白色的晚上 而是晚上像白天一样,那也就是不眠之夜咯 green market,它并不是灰色的市场,而是水货市场 red letter days,不是红色的信件的日子 其实它是喜庆的日子,这里的letter并不是信件的意思,是字母 到处都是红色的字母,到处都是打折的,那也是喜庆的日子 所以,今天的短语有没有学会呢?如果手机还有电,能不能碰老师点个小爱心再走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